那我們就開始這一學期的第一堂課 好那我們就是要講 兩岸三地的第三個故宮 那這故宮非常的新 他從有這個念頭到諾城 大概七年不到 然後整個案子都跟一個女生有關係 那各位請你記住 這一張照片 的角度 因為這個是香港故宮的網紅大咖店 所以很多人都去拍這個角度 天氣好的時候拍起來 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知道嗎 香港故宮很多網紅會去拍照 因為真的很好拍 如果大家下次有機會去的話 你就把我今天拍的照片的角度記起來 對了 故宮有意思下面那個呢 就是香港故宮的LOGO 就是香港故宮的LOGO 那我很快的介紹一下 他的那個LOGO的樣子 基本上是把他博物館的建築物 然後給輪廓化 所以發現他的建築物跟他的LOGO長得其實非常像 這是一種設計LOGO的方式 比如說你現在成立一個博物館對不對 你的外觀是什麼樣子 我就直接把它變成是LOGO 這是一種處理的方式 包括他裡面那個零形的花紋 是不是跟他建築物的表面 也很像 包括顏色其實也很像 然後呢 他裡面就是放他的英文縮寫 HKPN 就是HKPAN NAS Museum 講到香港故宮 就一定要認識這三個人 就是兩男一女 就是這個女生 應該沒有人不認識吧 對啊 林鄭月兒 香港特首好像真的有個魔咒 好像沒有人十年幹完 他們是五年一任嘛 好像沒有一個人就是 真的是十年做完的 左下這個男生呢 有沒有人知道他 我跟他講 北京故宮能有現在的江湖地位 其實要感謝這個人 他叫做三季祥 他在還沒去北京故宮 擔任院長的時候 他是中國國家文物局的局長 然後他後來去當 當了故宮博物院的院長 2012年就任 然後2019年退休 那現在故宮的院長 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長 調過來的 那各位 你真的要記住這個人 因為北京故宮 能有現在的這種網紅的地位 你可以說這在他手上 一手弄起來的 他其實有很多政策 比如說他一就任北京故宮 他就下令讓北京故宮裡面 很多的非故宮本身的機構搬家 然後再來是什麼 去拆掉那一些用的講法 這是違章建築 所以他其實拆了很多 然後親了很多人出來 他最終的目標是北京故宮 開放面積大概80% 但很遺憾的就是他後來就碰到疫情了 所以這個政策沒有辦法繼續的 就是維持下去 那北京故宮未來會開放多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跟你講 現在開的真的比他當院長的時候少 在他任內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節目 就是國家保障 所以我覺得大陸年輕人喜歡 開始逛博物館 國家保障這個節目 是一個很重要的推手 因為大陸的博物館 如果你們有去參觀的話 你會發現年輕人的比重 大概已經跨一半了 那如果你把那種 18歲以下的算進去 那我覺得絕對超過一半 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來過台灣 就當時兩岸故宮院長在交流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參與者 右邊這個人呢 他叫做吳志華 他就是在香港故宮第一任院長 他是香港故宮第一任的院長 那故事的起源是來自於2015年 2015年9月的時候 當時候林鄭月娥她還不是特首 她是香港政務司的司長 左下的這一位呢 他就是當時候是北京故宮的院長 右邊這一位呢 右邊這一位呢 他是當時候香港康文署的副署長 然後這兩個香港的貴客就到北京去訪問 那他們有一天就去北京故宮 然後院長出來接待嘛 然後他們三個人在聊天的時候 善院長就突然跟林司長 就是林太太嘛 因為他 所以他姓鄭喔 他有什麼叫林鄭 對 所以你發現香港女生結婚還是會灌福興 院長 院長當時候就問林太太 就問林鄭月娥說 林太太 香港有沒有地 因為如果香港有地 是不是可以在香港蓋一個博物館 長時間的去展出故宮的文物 林鄭月娥就說 其實香港應該是有地 為什麼 他會這麼講呢 是因為 大家知不知道九龍 大家知不知道機場快線的九龍站 那個地方是在九龍的西邊嘛 其實你知道嗎 那一塊是全部填海填出來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九龍站 然後還有九龍站 一路往南那一塊 都是填海填出來的 為什麼會有那個填海計畫 是因為香港機場 香港不是要蓋型機場嗎 就是吃辣椒機場 所以他們當中就有一個非常大的計畫 就是他們要蓋一條很快的捷運 從機場拉到市區 然後於是他們就決定要在有些地方 開始填海照路 所以當時候他們就有一個很大的計畫 叫做西九填海計畫 然後他們當時候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其實是有留了一塊地 不是要蓋房子的 是要來做文化的 這就是後來西九文化區 林鄭當時候就跟山院長講說 香港有地 然後說你來囉 我剛剛講嘛 右邊這個男生是當時候的副署長嘛 他也在現場 他也見證了整件事情 等林鄭跟吳志華回香港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跟兩個單位接洽 第一個是找地嘛 第二個是找金主爸爸 地要去找誰 要找西九管理處 西九龍在填海的時候 已經有留了一塊地 是要發展藝術這一塊的嘛 可是在當時候的計畫裡面 他們根本就沒有要蓋故宮的計畫 塞院長已經提出來了嘛 所以他們就決定 我回去先跟西九管理處去問看看 能不能給我一塊地 然後第二呢 就是去找香港賽馬會 為什麼 金主爸爸 所以15年9月 他們第一次有這個火花之後呢 我跟你講超快的喔 12月底 香港特區政府其實就發一個公文 發到北京的中央政府 他說我們有意願想要在香港 蓋一個博物館 長時間展覽故宮的文物 接下來 這個就是西九文化園區 然後我選了這一張 是Google的空拍圖 2015年的12月 香港特區政府就提出了那個意象書嘛 然後我跟你講動作真的很快 隔一年的年底 就是16年的年底 北京故宮就跟西九文化園區 簽了那個備忘錄 還不是簽約就是簽備忘錄 簽約的當下 他們就公告了香港故宮要蓋在西九什麼位置 其實就蓋在這邊 其實就蓋在這個地方 他是在 這邊 他是在西九的比較偏西邊的地方 那2016年12月前 跟MOU嘛 半年之後 就正式簽約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 2017年的 6月29號 香港 西九文化園區 跟北京的顧問博物院 正式簽約 然後有沒有看到 正中間那個是誰 習近平 對 習近平建政 然後有沒有看到 左邊 習近平左邊跟右邊站的是誰 梁正英跟林鄭月娥 梁正英 是準備要卸任的香港特首 然後林鄭月娥是後任的香港特首 所以當時候習近平去香港的目的 是要去見證交接 通常香港特首要上任的時候 中國國家主席都會去香港 所以中國國家主席 不是每一年都會去喔 他大概至少每五年 會去一次 為什麼 因為他去見證 香港特區政府 就任 所以你看喔 習近平他就提早幾天去 因為他要見證 簽約 所以你看喔 整個案子 是不是在林鄭月娥手上 開始萌芽 然後開始推動 那接下來 2017年的6月29號 正式簽約嘛 一年之後 2018年的5月28號正式動工 這是動工那一天的照片 然後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男的 只有一個女的 他這時候不是師長喔 這個時候他就是特首 這個是誰 對 散機獎 對 散院長 所以當時候他也就 一起下來參與了這個 動土典禮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張照片 就是 動土之後 的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已經 有一個 圍裡把它圍起來了 好 再來 這就是 他們在 開始挖地機 就是 2018年 大概7月左右的 照片 好 再來喔 很快喔 有沒有看到 建築物已經 起來了 然後再來 有沒有看到那個樓 更高了 然後再來這一張 有沒有看到 屋頂已經長出來了 各位 這個時候是 2021年 11月 2018年 5月 動土 2021年的 11月底 建築物 已經封頂了 封頂有什麼意思 它已經不會再長高了 接下來是要做什麼 內部的配線 跟內部的施工 然後 他們當時還舉行了一個 封頂的 儀式 這就是 2022年 7月 3號 正式落成的 香港故宮 就長這個樣子 那 設計師是誰呢 設計師是他 嚴訓期 他是 香港人 香港大學建築碩士畢業 那他最有名的 案子是什麼呢 廣東省博物館 雲南省博物館 然後還有這個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然後他的簡稱叫做 IFC 你們有沒有知道IFC在哪裡 在中環 你們有沒有做過那個 香港的機場快線 他有三站 清一 九龍 跟港島 然後港島那個地方 其實下面有連通道 就可以連通到中環 然後中環就可以到那個 IFC 我跟你講 香港其實很喜歡講那個 英文縮寫 譬如說他有另外一棟大樓 叫ICC 然後這一棟 延訓期設計的叫做IFC 你就說你有沒有發現 延訓期他所合作的對象 基本上都還是官方 然後他在大陸也有 他在香港也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延訓期在設計香港故宮的時候 他的設計裡面是什麼 他說 他說 當我接下這個案子之後呢 我就去了台北故宮 去了嘉義故宮 跟我去了北京故宮 我需要去這個地方 實際去感受 故宮到底是什麼 故宮給我的衝擊是什麼 我才能把這些東西 轉化成設計圖 我才能把香港故宮的故事 講給大家聽 於是他就發現了 北京故宮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中軸線 所以你看他就拉出來一條中軸線 你們還記得北京故宮 佔地面積有多大嗎 72公頃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 紫禁城 他就是一個院落 一個院落 一個院落 於是延訓期 他就把這個概念 放到了香港故宮 可是問題來了 北京故宮 他的中軸線 他是平面的嘛 所以他就是一個院落 接著一個院落 一個院落 接著一個院落 一個院落 接著一個院落 那他為什麼可以這樣設計 因為地很大對不對 所以他的中軸線 他的院落的延伸 是平面的延伸 等於說是從南往北延伸 那各位 你們都去過香港齁 你覺得香港可能有這麼大的地嗎 不可能 於是 是延訓期的設計 他把北京故宮的中軸線的概念 帶到香港故宮 可是香港故宮的中軸線 它不是平面的 它是立體的 等於說 他的中軸線是往上漲 北京故宮 中軸線上面 是不是一個院落 一個院落 一個院落對不對 香港故宮不用院落 用中庭 所以他有三個連在一起的中庭 然後他是成螺旋狀 所以右邊這個就是 延訓期在設計香港故宮時候的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有三個中庭 分別是低樓層的中庭 那個中庭就是入口 這個中庭 你在官方會看到他寫 大堂 這個空間是面對東邊 所以香港故宮的門是開 東 你知道什麼特別要強調這句話嗎 台北故宮的大門是開 南 北京故宮的大門也是開南 你們下次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嘉義故宮的大門 傳統來說 你的大門是要開南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延訓期在設計的時候非常有趣 他竟然把他的大門是開東 他不是開南 香港故宮的大門是朝東 所以一入館內就會看到一個大中庭 然後這個中庭會往上延伸到 中樓層的中庭 這個中庭啊 他是朝南 朝南是看香港島跟葵多利亞港 然後再來你再往上 螺旋往上 到了高樓層的中庭 他是朝西 是看著大禹山 所以他就是三個中庭 然後用這三個中庭 來跟北京故宮的中軸線 呼應 好我們看一下模型圖 這是他的模型圖 這裡 就是他的入口 朝東嘛 這是第一個中庭 這是第二個中庭 這個是朝南 這邊是第三個中庭 這第三個中庭是朝西 然後你會發現他其實是 看起來是三個獨立的對不對 但他實際上是 樓空的 他是樓空的 好 這就是他的模型 好 再來 他除了把北京故宮的中軸線 放到了香港故宮裡面 那他也放了一些很具象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是我在他的那個觀景台 往下拍的 然後這個是朝東 這個面是朝東 然後各位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有一條很明顯的路 然後這邊 是不是很像一個弓箭 各位 他這個是在表示 紫禁城太和門廣場的意象 太和門廣場上面 是不是有一條內金水河 那個內金水河流法 是不是很像一個弓箭 然後內金水河上面有五座橋 然後呢 五座橋的正中間 那一個橋 正常人都不能走 對 正常人都不能走 只有一個人能走 黃帝 而且 那一條黃帝走的路 基本上就是貫穿整個紫禁城 所以那條路叫做玉道 所以你看這就是玉道 這是內金水河 所以這個是很具象的 把北京故宮 就搬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跟你講 我上去看了之後 就開始在笑 因為如果你很常去北京故宮 你一看就看得懂 這個是什麼東西 再來喔 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它的外觀 還是一樣 我拍這個角度是東邊 就是我這一個面是東面 這就是正門 正門在這裡 然後我剛才拍照的地方 在這邊 我剛才拍照的地方在這邊 而且我跟你講喔 那一張照片 不是隨時隨地都能拍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地方是特展廳 你要花錢才能進去 你才能拍到那張照片 所以你會看到 很多人在香港故宮的平台 一直都在拍很漂亮的照片 可是你很少看到有人會拍 我剛才拍那張照片 因為進去要付150 香港故宮的門票是這樣 60塊港幣可以參觀1號到7號展廳 如果你要看特展的話 門票就會變成150塊港幣 150塊港幣的意思是 你可以參觀1號到7號展廳 還有一個特展廳 香港故宮有兩個特展廳 分別是8號展廳跟9號展廳 如果你兩個特展都想要看的話 門票會更高 而且我跟大家說 香港故宮在2023年的時候還漲過價 香港故宮在2022年7月3號開館的時候 門票只有50塊跟120塊兩種 可是到了2023年的9月27號 門票就漲為60塊 150塊還有220塊 差別就是60塊可以看1到7號展廳 150塊是1號到7號展廳 再加上一個特展廳 那如果你1號到9號展廳 都想要參觀的話 就要付到220塊港幣 還敢漲對不對 才開幕一年就漲價 各位 你有看到它的外立面是什麼顏色 黃色 好 它為什麼叫黃色 因為言訓其說 他去北京的時候 他看到紫金城的烏瓦是什麼顏色 黃色 然後那個烏瓦是不是弧形的 所以他就決定把這個元素把它放到香港故宮的外立面上面 所以你看喔 它第二個很具象的元素就是它的外立面 黃色 元素是來自於北京故宮黃色的琉璃瓦 然後再來 就是第一個中庭 就是低樓層的中庭 然後這也就是它的入口 有沒有看到 它上面的天花板也是做成黃色的琉璃瓦的樣子 但是這個是金屬喔 它不可能在裡面去掉真的琉璃瓦 為什麼 對 太重 所以它是把那個琉璃瓦的異象做出來 但它其實是鋁合金 然後去落坑 而且有沒有看到 比較靠近大門這個地方它其實是平的 然後到那個墊扶梯那個地方是開始往上 它的金屬構件其實也不是平的 好 那再來喔 講到北京故宮你們會想到哪些顏色 紅色 黃色 黃色對不對 然後還有藍色 你知道什麼嗎 對 藍天 我們已經看到 它用了北京故宮一個很重要的顏色 黃色對不對 那紅色呢 它紅色放在大門 它的大門喔 還有它展廳的門也是紅色的 它其實就是在呼應紫禁城的紅牆跟紅門 這就是它的大門 然後它的大門呢 總共有十扇門 然後每一扇門上面有9981個用玻璃做的門釘 這個也是直接把紫禁城它門上面那個門釘的概念直接搬過來 只是那個門釘是金屬對不對 這邊是用玻璃來做的 右邊那個男生就是地任院長 那左邊那個男生就是設計師 那在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平面圖 右邊的這個是它的完成的實拍 這個是從海上拍過來的 所以我剛剛講嘛 那老故宮所選的位置 它三面對三面面海 記住它只有東面不面海喔 它的南面 它的西面 它的北面其實都是面海的 左邊這個呢 就是它的樓層圖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LG 這不是打廣告喔 它真的寫LG 然後有一個GF 各位 你知道GF 其實是我們的一樓 所以你去英制的國家 你會發現它有GF 然後也有一樓 所以它的一樓等於我們的二樓 知道喔 可是像我們這種比較偏美制的 你會發現美制就是直接是一樓二樓三樓 所以下次去香港的時候 記得那個 要看一下喔 LG你就把它想成是地下室 所以你看是LG GF 一樓二樓三樓 四樓 這個是它展廳跟公共空間的部分 實際上香港故宮總共是七層 在上面還有一個五樓 五樓是什麼 辦公室 所以他們員工辦公室在五樓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個地方 好 那各位我問一下你們喔 你們看到香港故宮它的外觀 你們會想起什麼東西 天燈 天燈還有什麼 頂 帽子 皇冠 皇冠 好我跟你講喔 絕大多數的媒體都會寫啊 延續其它的設計理念 除了來自於北京故宮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來自於 代表國之重器的青銅頂 所以很多人在寫報導的時候都會寫說 香港故宮是以頂來當成是設計概念 設計發想的 就你知道嗎 延續其直接啪啪打烈 這他自己講的喔 我直接從他那個採訪稿上面揭錄下來的喔 他說 我的設計理念根本不是頂 而且我跟你講 我的設計理念是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不是 他只說 我在觀察很多中國器物的時候 我會發現 有些中國器物 是下載上寬 他就舉例譬如說 碗 碗是下載上寬 茶壺是不是也算 茶壺是不是下載 然後中間寬一點 上面是不是再收上去一點 其實下載上寬 這樣子的形狀 在中國傳統的器物裡面 很常出現 所以啊 他其實只承認我的設計是下載上寬 可是你要給我套什麼青銅頂 基本上我不會承認的 再來喔 言訊息 他就說 我為什麼要把香港故宮設計成這樣子 其實是因為香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地太貴 所以我如果要蓋一個博物館 我的地就這麼大 可是我需要有很多空間 那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往上蓋 所以你會發現 全世界大多處的博物館其實都不會蓋太高 他寧願蓋很多洞對不對 可是香港故宮他就是蓋了七成 如果你要寫他的設計裡面就說 我要解決香港的痛點 這土地很貴 所以我只好蓋這麼高 這是他自己講的喔 然後再來喔 現在很多博物館是不是會蓋成流線型的樣子 譬如說 嘉義故宮 或者是你去看有些建築物 它有那種很誇張的大寫前面嘛 可是你會發現香港故宮就是一個方方正正的 為什麼 也是一樣 因為香港地很貴 我蓋一個很方正的東西 裡面空間利用率是不是最高 這是沒有浪費 所以他是超務實的 這是他自己講的喔 我去看他的採訪 所以你發現 他還是有那種香港人很務實的精神在裡面 雖然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 然後香港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築物 但是他在設計香港故宮的時候 還是把設計裡面跟實用主義結合在一起 就像香港故宮旁邊不是有一個博物館叫M Plus嗎 它的低樓層是一個平面 然後它的高樓層是一個薄薄的 它往上漲 像不像那種廣告看板 很簡單啊 因為它那個不是填海造路嗎 然後那個地方其實下面有一個過港隧道 所以M Plus選的那個地 它本來下面其實就有一些結構性上面的問題 所以它如果在蓋的時候 它就只能蓋成那樣子 好 那我們來開始介紹 關於香港故宮 首先它的佔地面積是1.3萬平方公尺 那換算成平是多少 4000多平 好 地平 那它的總樓層高度 45公尺 然後七層樓 那它裡面一共有9個展廳 它為什麼是選9個展廳 還是跟紫禁城有關係 紫禁城裡面有一個數字很常出現 就是9 為什麼 對 可是為什麼是9 因為很簡單 古人認為各位數裡面 單數是陽數 雙數是陰數 那在單數裡面最大的是多少 9 那皇帝是不是人間最大的 所以紫禁城裡面 皇帝去的地方 它基本上就是9 譬如說它的門丁會有99 81 然後它的面闊會面闊9間 然後它屋簷上面的仙人走壽 會是一個仙人 後面帶9隻走壽 好 所以紫禁城裡面很常出現的數字 就是9 那如果不是9呢 要是單數 所以再來會是什麼 7 5 3 基本是這樣子的 所以 延訓期也把這個元素放在 香港故宮的展廳裡面 所以它的展廳 一共就是9個展廳 好 看一下 這是香港故宮的展廳 然後我跟你講 逛香港故宮其實挺舒服的 為什麼 都跳高 然後呢 它大部分的展櫃 不是貼牆 我們通常去逛博物館的時候 像假設是一個展廳對不對 大部分的是不是都是貼牆 然後中間是放幾個獨立櫃 像台北故宮就是這個做法 加一故宮也是這個做法 可是香港故宮不是喔 它大部分的展櫃 都不太貼牆 它用了非常非常多的獨立櫃 或者是像這個 這個是三面的 是不是就270度 或者是什麼 兩面的 180度 這樣有個好處 你可以把文物的各個角度都看得到 然後呢 你這樣子人是不是也會分散 你不會擠在同一個地方 因為你有很多角度嘛 可是這樣有個缺點你知道嗎 就是你人會是這樣子走 因為這中間就是一個一個獨立櫃 獨立櫃 獨立櫃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逛香港Google 因為看東西真的很舒服 好 再來 這也是它一個展廳 然後各位 有沒有發現 天啊這個展廳超浪費的 我跟你說這個展廳只放了三件文物 然後這展廳超大 然後中間放一張紅色的大桌子 那張桌子是拿來裝表書畫用的桌子 就直接放在這個展廳裡面 每個人都可以都可以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然後趴在那個大紅桌上 而且這個紅桌還是從中國大陸訂做的 然後特別運到香港的 好 那再來 這就是它的九號展廳 就是特展廳 它的特展廳 我跟你講 挑更高 它的特展廳挑更高 所以他們當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就已經考慮到材質的大小 所以它能挑高 就盡量挑高 特別是如果我要跟國外借文物的話 那我展廳是要更高 好 那再來喔 香港故宮是不是有個金主爸爸 對 香港賽馬會嘛 你知道林鄭真的很厲害喔 那時候還是師長喔 不是特首喔 一開口 要了35億港幣 香港故宮 是全世界 造價最貴的博物館 35億港幣 而且香港賽馬會 現在也是香港故宮最大的贊助者之一 所以在LG 就是地下室 香港故宮有一個 可以容納400位觀眾的演講廳 這個演講廳由香港賽馬會冠名 就是為了感謝香港賽馬會 捐贈博物館的興建經費 然後香港故宮開幕的九個展覽裡面 有一個展就是馬特展 為了感謝金主爸爸 就是這個馬特展 我前面有講嘛 15年有這個想法 16年是不是簽MOU 然後17年是不是簽約 然後簽約的時候呢 他們當時候其實就有一個 算是保證嘛 就是至少北京故宮要借多少件文物來香港展嘛 然後在開展的時候呢 他們就宣布了 總共借了914件 可是我講一下齁 這914件 不是開展的那一天全部都來喔 不是喔 他是在這一年裡面 我北京故宮一共要提供914件文物 讓你去替換 就像我們剛才是否有看到一些書畫 是否有看到一些衣服 他是有機質嘛 所以他不能一直照光 所以他們三個月之後就要下展 然後再換一批新的東西 所以這為什麼說我每三個月就要去香港 你知道原因喔 所以我才跟妳講 我現在去香港故宮的次數 比我去嘉義故宮還多 而且我跟妳講 妳知道我怎麼慶祝四年一次的229嗎 我香港當天來回 早上八點來飛機 然後晚上四點鐘回來 我就是去看那個香港故宮的展覽 所以你現在裡面看到的80%的照片 都是我自己拍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北京故宮借來的展品 像這一件啊 已經超過一年了 這件就已經超過一年了 有沒有覺得很fashion 很現代對不對 我跟你說他是乾隆座的 你相信嗎 這是乾隆座做的喔 很fashion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罵乾隆 很慫喔 他也是很現代的 再來 這件就不用講了嗎 乳搖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們開展的時候 我好像是借了三件乳搖下去 然後現在剩兩件 香港故宮他的定位是什麼呢 他希望連結中國 他也希望連結世界 所以他的兩個特展廳 一直都在跟中國大陸的各個博物館 還有全世界各個博物館 來合作辦展覽 這是我覺得香港故宮 跟兩岸故宮最大的差別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交流 各位這個是從羅浮宮借來的卦檯 這是跟羅浮宮借來的卦檯 它非常的大 我跟你講這件 羅浮宮想借台北故宮還不敢借 每地方掛啊 這件只能掛哪裡 在台北展只能掛202 它很大超大好不好 它應該有 我覺得高度應該 可能快3公尺4公尺 高度 那如果嘉義故宮要借就沒問題 為什麼嘉義故宮的展廳都很挑高 再來 後面那個大立人2公尺多 所以我講嘛 香港故宮有兩個很重要的使命 一個是連接世界 所以你看它是不是跟羅浮宮合作 然後它要連接中國 所以它跟四川省考古所合作 它跟金沙 它跟三星推合作 所以未來在香港故宮 你不是只看到中國的藝術品展覽喔 你會看到世界級的藝術品 這個是現在此時此刻 你去香港故宮 可以看得到的七個展 它不是九個展廳嗎 九個展廳是這樣子 一號展廳到七號展廳 它們會叫做專題展 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常設展 八號展廳跟九號展廳就是特展廳 可是你會發現 九個展廳裡面 六號跟八號都沒有 什麼時候九個展廳 可以全部看得到 快了 3月20號 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展文物的展廳主要是一到六 展文物的展廳是一到六 可是我剛才不是講嗎 一到七都是常設展對不對 來各位 七號它是多媒體藝術 它是裝置藝術 為什麼它一定要保留這一個展廳 因為它會希望香港的藝術家 可以多多的去接觸中國藝術品 所以他們留一個展廳是來讓香港的藝術家 透過多媒體跟裝置藝術去表現他們眼中看到的中國藝術品 然後呢 七號展廳啊 其實已經換過一次了 而且我跟你講 七號展廳現在換這個主題 其實是要呼應八號展廳 為什麼 因為3月20號八號展廳要展圓明園 圓明園不是皇家圓林嗎 所以你看它現在七號多媒體的展廳 其實也是在講圓林 所以它是不是很高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七號八號展廳 金主爸爸都是香港賽馬會 知道意思了齁 七號展廳跟八號展廳的贊助 都是香港賽馬會 六號展廳是什麼呢 六號展廳要講香港收藏的故事 現在香港故宮成立之後呢 它已經有一批捐贈的館長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六號展廳 就會去展香港故宮自己的館長 所以如果想知道香港故宮有什麼館長 你下次去六號展廳你就知道了 然後六號展廳裡面 還是會去展覽香港收藏家的收藏 所以六號展廳有點像是在告訴你香港的收藏室 那九號展廳就是馬上要去台南奇美的國家藝廊 好那我們就趕快休息一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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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